2022年9月15日,由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台湾总会,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动脑杂志及其他众多单位联合在台湾大学应用力学馆举办一场 2022响应联合国国际民主日论坛,会中针对以民为本,依法违规,实现爱、和平与人权的议题进行讨论 论坛开场分别由联合国秘书长安东牛古特瑞斯先生,以及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副主席洪道子博士致辞 表示今年联合国国际民主日关注的重点在于呼吁政府尊重自由、独立与多元化媒体发言采访的自由,实践民主社会尊重人权的精神 现场播放民团志工向反贪腐设差委员递交纯情书时遭受公权力无理阻挡的影片 翻映出第四全媒体报道自由、严重被干扰的霸凌现象 在台湾现在这些行政单位没收财产都合线 上个月更严重 上个月我们的直播单位直接被赶出来 然后露营的全部要把它删除掉 假如这个时代的第四全是可以这样缓的话 那你想想看这个数位仲介法 数位仲介法又是一种毁坏养工业、毁坏人权的一个法律 有时候啊,拳头不能解决问题 舌头可以解决问题 请大家注意这七句话 政务犯罪、数级既亡、无限追溯 有这个数位仲介服务法 我认为你是假消息 你是上波谣言的话 我就可以先跟你送法院要禁职 那么禁职不了的时候 我还可能先跟你采法 那么它是不是会产生一种定制的定生的效果 专家学者同时也针对台湾的税务环境 其民主发展方向表达意见 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解释函令 都已经发布超过30年 那这些已经超过30年的解释函令 跟现在的射精情况会一样吗 而且这些解释函令 也常常跟后来发布的解释函令的内容 或是价值产生很大的矛盾 还是很沉痛的呼吁 台湾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政治的专业不见 所以所有对的事情在台湾 绝对不会执行 所有好的东西在台湾绝对不会用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在政治上都不正确 中场正在主持人 前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袁崇珍法官结论之中 结束了早上的论坛 而我们的税务人员 还有其他的公务人员 在执法的时候 有诚实而严格的遵守依法行政 不去侵犯人民的权利 还是擅自扩张 他的权利 这是我当主持人 我就做了这些大致的意义 与会的专家学者语重心长 呼吁台湾政府能够尊重第四权 并快速朝向 真正成为重视人权的民主法治国家 以上是记者Tina 在台大应力馆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